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的伊斯兰国家 在这么多个伊斯兰国家里面 马来西亚的宗教包容度可以说是最高 大马人、华人和印度人相处融合 占尽民族共融的优势 马来西亚政府锐意将吉隆坡 打造成全球首个伊斯兰金融中心 而近年的重点项目 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TRX金融区 现在正是开发得如火如荼 这个项目位于吉隆坡市中心核心地段 占地30公顷 预计将会有250个国际企业进驻 创造50万个就业机会 有望成为亚洲下一个金融重镇 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 白手兴加的80后Justin 今年刚刚买入位于吉隆坡 白沙罗高原的超级豪宅 Pavilion Damocera Heights 一个2800尺的单位 白沙罗高原这个地段 比美香港半山山顶 除了是吉隆坡的传统富豪区之外 更加被旅行圣经Lonely Planet 评为全球十大顶级生活社区 就连羽毛球天王李中伟 都是住在这一区 所以在白沙罗高原置业 可以说是马来西亚人的梦想 我会选择这个楼盘 是因为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是一个dream come true 以前白沙罗来的时候 就是每一个马来西亚人 我们会当Daman Sara Heights 是最exclusive的地方 当然我们现时的地区 我们是没有什么喜欢住 Land Big Property 我们现在很喜欢住抗路 因为有那些建筑 有什么Security 我认为这个地区做什么 在楼下还有一个商店 除了地点吸引 这次这个项目 更加是由马来西亚頂尖地产开发商 Pavilion Group 和世界十大退休基金之一 加拿大退休金投资局合作发展 Pavilion这个品牌 可以说是无人不识 而Pavilion Coloma 更加是当地人 和世界各地游客 首选推荐的救命商场之一 等Justin带大家看看Pavilion商场 有多吸引 Justin, 很多加拿大中产 或者外国人都喜欢住在市中心的范围 其实除了市中心的范围之外 还没有其他的选择 有啊 因为第一 因为马来西亚很大 我们只是说加拿拿大 其实都是挺大的 所以通常我们很喜欢住在中间 所以中间有几个地区 好像Montara 还有Bunsa 还有Damanca Heights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去Seleno 还有KLCC 就是市中心 KLCC 我们去每个地方都是15分钟 所以我们很喜欢住这三个地方 As a Malaysian 我们很喜欢住这些地方 Pavilion Damanca Heights 是一个大型综合发展项目 有三座豪华住宅 十座甲级写字楼 大约120万平方尺Pavilion 救密商场 国际五星级酒店等组成 项目位于地铁站上盖 两个站就可以去到吉隆坡中央车站 五个站就去到TRX金融区 无论地理位置 生活配度都相当之完善 所以项目一推出 市场的反应就相当热烈 这个项目刚刚推出的时候 反应是很热烈的 在短点半年里 我们是达到80%售价 我们的Region Suites R2 和Crown Residence R3 现在2019年头 我们刚刚开盘了 我们新的最后一个Block R1 Winter Suites 所以现在是达到30%的售价 买家主要都是Local Buyer 90%都是我们的Malaysian Local Malaysian Chinese 然后10%的Foreign Buyer 包括Hong Kong 新加坡 台湾和China 近年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 吸引了很多香港人 走老去马拉 不用坐移民监 就可以移居马来西亚 长达10年或以上 很多人甚至在当地置业 长远希望 赚楼价兼赚汇率 而这个Pavilion Demazera Heights 一房的单位 实用面积614平方尺 连车位都只是 卖港币200万起 所以这个楼盘 吸引到很多香港投资者注目 从以上各项大型工程计划 可以看得出 吉隆坡无论在经济发展 生活文化等各方面 都占尽优势 而香港一个车位的价钱 就可以买入吉隆坡半山山顶 级数的超级豪宅 你又怎会不心动呢